但是在波多黎各市要实行美国的所有的联邦法律 那他之后呢 是成立了有限度的自治政府 这也是尔他那里的意思 那因为他是哥让的美国地区 所以他可以成立一个 US Commonwealth 联邦政府 那第二个是 不是哥让的美国的地区 所以古巴又是成为伊拉克的台湾 那这个比较值得参考的 就是1945年6月13号 琉球 就是在你开始 那在地的人民行政民政府 是在1952年4月1号 那台湾呢 比较奇怪的是 63年之后才成立 好 在2008年的2月2号才成立 那在你开始是1945年的10月25号 这个并不是什么光复日哦 我们是本土台湾人 所以并不是光复日 那不是哥让美国地区的平民政府 值得参考的是琉球群岛 1971年他们签了一个琉球返航协定 另外两个是最近的案例 一个是阿富汗 一个是伊拉克 那我们要解释这个概念就是 刚刚开课前 占领不得一轮主权的意思 好 比如说阿富汗的伊拉克 好 阿富汗也是被占领之后呢 美国军事政府协助阿富汗 充足一个民政府自治 那预计是在2014年12月31号要归还主权 他们并没有成为美国的一周获美国人 那第二个伊拉克的案例也是 他在2010年8月19号 结束这个反独裁的战争 那也是美国帮助伊拉克的重组民政府自治 军事占领7年后归还主权 那也没有成为美国的一周 或成为美国人 好 所以结论就是 一样遵循摩基法 占领不得一转主权 那像刚刚这些啦 都是一样 这些都并没有一转主权给美国 美国是占领国 但是这几个案例 都是没有一转主权给美国 所以说 蒋介石的军队占领台湾 他就想偷台湾的主权 这样也是不符合国制法 好 那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 就是琉球模式 因为琉球跟台湾一样 都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 我们已经有万博功法的概念 所以知道台湾跟琉球一样 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 祖雄是属于大日本天皇陛下所有 到今天都还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关注的是流球模式 什么叫流球模式呢 因为流球跟台湾 拼入大日本帝国的时间接近 那整个加入大日本帝国 实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模式 也很接近 所以领土参考的价值 好 这边有领土取得的时间 好 台湾是1895年 以歌让取得主权 那领土取得方式 他是煎柄 台湾是歌让 普及的国民教育都有 台湾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工学校 小学校 有什么义务教育 实行真拼制呢 流球是在1898年 台湾是在1945年的4月1号 可远的地方制度 也都完成 1901年地方制度实行挺制 好 赋予参政权呢 流球是在1902年 台湾是在1945年 4月1号 有一个天皇招书 这个说是天皇招书 政庭任朝省台湾 在武統自治下有多年期間 皇國教化普及習俗通話異議多有時局 而本次征戰臺灣居農之意有 十對無國貢獻極大 對此正深感欣慰 正基此特別賦予朝鮮跟臺灣的住民 加入帝國議會的行列 以廣開悟彌參與國政的途徑 獨等成名 西善體正義 和諧無堅權力輔佐正之皇 有大意義 御人天皇 御時昭和二十年四月一號 這也就是正名 臺灣已經施行大日本帝國憲法 成為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是什麼意義呢 從此臺灣地區的住民 成為日本公民 我們的阿公阿嬤 他們當時已經成為日本公民了 當時臺灣是有國慶法上 為合併的領土 獅子民地 邁向合併的領土 那就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正式編入日本的領土的一部分 當時1922年2月6號 在華盛頓的裁軍協定 那由一個強權國家 包含日本 國英國法母義大利 在華盛頓開了一個裁軍協定 當時這個國際會議 因為是有關於海軍的一個武器限制 所以呢有確立了大日本帝國的國土 包含臺灣在內 所以在1922年就已經確定 台灣的國土在大日本帝國的範圍內 那不是中國人講的 不是氣 不是中國人講的 日本氣在台灣的領土 完全不是 好 補充一下 當時普及的國民教育 當時台灣人呢 義務教育普及率已經達到71%了 全英法州只低於日本 達到先進國家的行列了 很奇怪 好 當時 台灣已經是 因為跟著日 給日本統治之後 已經到達先進國家的行列 那我記得 幾十年前 電視新聞常在講 台灣還是未開發國家 還是開發中國家 很奇怪 中國人統治之後 台灣竟然倒退成 未開發國家 這個很奇怪 好 那當時 1945年的統計 曾經留學過的台灣人 有二十萬人 有留學 美國歐洲各地的台灣人 總共二十萬人 可見當時教育 是高等教育很好 因為當時台灣六百萬人 等於是每三十萬人 就一個人是出國留學的 可見日本 在台灣的教育 是非常成功的 好 那這個美國統治流求時期 好 美國統治流求時期呢 有一開始設一個沖繩諮詢會 好 那沖繩諮詢會的任務時期就是 對美國軍政府的諮詢與答覆 規劃建立沖繩的政治機構 受理會者沖繩軍 一向美國軍政府的情願 好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參考的部分 好 這是當時的諮詢委員 好 日本人 好 這是 美國統治時期的 一個 軍政府 民政府的 各種單位的演變 好 這是當時 在沖繩使用的軍票 好 這軍票上 日文跟英文都有寫 好 依據軍事公告發行 有日文版 有英文版 好 這是當時 使用的 全國旗 好 跟他們的專員的會章 好 那這個 當時的 軍事政府的專員是美國人 那行政主席是日本人 好 這是當時的 一些圖片 這是當時的旗子 當時的模式就是 琉球列島 美國軍政府 設立 沖繩民政府 公國民政府 八重參加民政府 那琉球列島 美國民政府 設立 琉球政府 好 這是 當時發行的 一個 身份證明書 好 現在 民政府身份證書 所以想到這個 那之後呢 今年年底 還會 美國 會發行 這個 旅行證件 好 這是當時 日本的 沖繩的 這個 渡航證明書 那現在外面有人說 欸 我可以發台灣 護照 那這樣是對的嗎 這有發了依據嗎 沒有喔 對 所以 我們是被佔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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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發行 旅行證件 並不是護照 不要被關走了 好 這是當時的政府組織 好 那很重要一點就是 劉球的住民呢 的權利應物是被選擇 當時是被佔領地 被佔領地的住民 他的公民的權利應物是被選擇 所以只有劉球的住民 並沒有劉球公民 那現在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只有台灣住民 沒有台灣公民 好 現在外面那個在靜坐的 一直說自己是什麼公民 什麼 1980幾什麼公民 那些都是騙人的 因為他們這樣是在 錯誤的洗腦台灣人 有錯誤的期待 錯誤的幻想 台灣現在只有台灣住民 並沒有台灣公民 好 所以台灣政府 要執行 People of Taiwan 的認證 要區分 People of Taiwan 跟Chinese on Taiwan 要區分開來 不能混在一起公統 選總統 這些都不行 好 這些流亡到台灣 日本台灣的中國難民 他們的法理上 還是正式的中國國籍 只是他們是難民而已 那這個法理身份 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我們要很清楚 好 當時呢 蔣介石也是 對琉球也有企圖 要證明對琉球群島 他擁有主權 那當時呢 這個開羅會議 他是有個企圖 但是後來 這個開羅會議的一個 宣言 然後這個是 新聞公報 之後 之後並沒有在 對日本合約裡面 根據開羅宣言 什麼條約 並沒有 所以這個開羅宣言 這開羅會議 並不會影響 國際社會承認 要求 或是台灣的主權 揮屬日本 因為當時開羅會議的 之一 是英國首相邱吉爾 那個孫羽呢 去年有 有說 發表說 開羅會議 並不是條約 只是 新聞公報而已 所以新聞公報 並不是條約 好 那佔領並非並吞 就是佔領 不能依存主權 給鄭聖國 好 這一點我們都知道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 什麼是流亡政府 好 流亡政府的定義呢 就是 主張為某國 主張為某國家的違法政府 但因為各種原因 不能執行法跟權利 而住在其他國家的違法 臨時性的政府組織 好 那這些呢 當時二戰之後呢 歐洲各國 比如說法國 盧森堡 荷蘭呢 都流亡到英國倫敦 所以英國倫敦 是當時流亡政府的大陪營 好 有這麼多聯王政府 在勒敦 好 這是當時另外的 Corea 宣派 大尼國倫敦 政府在上海 後來跟著 蔣介石又跑道出去 去了 好 那 那個西藏也是好 在聯王到印度 北方的德蘭沙拉 好 我們來看看 中華民國也是宣稱自己是國 台灣有很多人宣稱自己是台灣共和國 那我們來研究看看 中華民國流亡這群 他可以宣稱為國家嗎 好 那國家 蒙特偉多國家權利義務國約 第一條有說 作為國際法 應該具備下列條件 永久人口 界定的領土 政府及外交關係 那我們來分析看看 中華民國呢 這個流亡政府 他有沒有永久的人口 並沒有 或是非法的 怎麼說是非法的呢 因為他在1946年1月12號 在台灣佔領的時候 他自己發布的行政命令 把當時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 禁制宣布為中華民國國民 好 那這個呢 在他們自己中華民國的 是行政命令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在他們中華民國的 對法院 經過批准 所以呢 這個也不是法律 這都是違法的 第二個 有沒有界定的領土呢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沒有啊 或是非法 中華民國呢 號稱包括台灣澎湖獵島 這些都是他的領土 但是呢 這些都有 所有權轉移的條約嗎 並沒有 好 王軍並不承認台灣的領土所絕 就此轉交給中華民國 而且在戰後的和平條約中 也沒有將台灣授予中華民國 並沒有 好 那我們看政府 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看起來在台灣 像是有一個完整的 中華民國政府運作 不過這是流亡政府 根據國際法 沒有一個流亡政府 或者可以獲得很法化 除非他回到他民先 就是他自己 中國地區的實政範圍 重新治理 那沒有任何一個方法 或是法律 國際法的法律程序 可以讓一個流亡政府 就地合法 好 再來看外交關係 流亡政府呢 他超過 與超過幾個國家 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但是這些外交關係的名義 是中華民國 他這個就化民國在國際 建制一個流亡政府的形態 好 那這種外交關係的監力跟維護呢 並不能使他成為當地 受到承認的法政 好 那我們講台灣呢 有人主張台灣國 那台灣有沒有永久的人口呢 沒有 在台灣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成為台灣共和國 並沒有 這些 本土台灣是什麼人 大家知道嗎 日本台灣人對不對 大日本帝國的日本台灣人 所以並不是台灣國的人民 好 界定的領土 沒有 在現在的國家 台灣一樣是定名詞 他並不是一個領土 台灣這個領土是大學本帝國的領土 好 政府呢 也沒有 這是 現在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並不是以台灣共和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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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一個政府 那外交關係 有 中華民義 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並不是以台灣共和國的名義 所以我們常看新聞 中華民國 什麼什麼國建交 就寫中華民國 跟誰斷交就寫了 台灣跟誰斷交 我常常在新聞上 沒看到這樣子的寫法 好 那這個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呢 他自己的中華民國憲法 第四條規定 中華民國領土 一起固有疆域 非經過民大會覺得偏更 那台灣庇護中國教徒 災國民大會 並沒有紀錄 沒有相關的決議 所以不行 好 光復率呢 也是騙人的 好 至今中華民國呢 還是一個流氓政府 那只是他還兼具了一個 代理佔領的一個身份 最多指教 好 那我們知道流氓政府呢 有這九個行為可以行使 但是呢 並不是因為這樣子 就可以讓這個流氓政府 可以在地 就地的法化 如果他要奪法的話 他必須回到他自己的祖國 奪回政權 可以重新成為當地的合法政府 好 那我們知道 就剛剛講了 中華民國憲法 這樣子 我們在深入探討 他是有效停治台灣 但是呢 他都沒有 他的自己的國民大會 或市政法院 都沒有為台灣領土 完成這個 改變領土的一個手續 總之呢 中華民國在台灣領土 執行的是 有效統治 並不是主權 那第二個 他們主張實效原則呢 也不成立 因為譬如說 一聖略戰加上走廊38年 原來不能主張 對當地有主權 所以在國際法的規定 是自動撤離 所以中華民國 也不能對台灣主張實效原則 因為這樣能獲得台灣主權 好 第三 我們看領土與人民呢 中華民國永遠缺少領土所有權狀 也就是說 在國際法上 沒有擁有台灣領土的任何法律依據 那中華民國也沒有人民啊 當時台灣是屬於交戰國戰力 究竟三合平條約都還沒有查考 中華民國也沒有給台灣人民思考 就直接宣布強迫台灣人民集體規劃 成為中華民國國籍 那這種宣告是違反國際法 當時的英國跟美國 有三度抗議 表示無法同意 中華民國呢 不得修理合法 蔣介石當初來台 只是因為 麥克阿瑟的100名第一號而已 那他的命令只是來接受投降 也不是說要剝護台灣的領土給中華民國 並沒有 那被講的是軍事戰力只是暫時狀態而已 好 第五點 日本天皇到現在都還用台灣領土的主權 台灣 日本並沒有將台灣的領土主權 過入給中華民國 當時呢 台灣人是日本政府正式統治的合法領土 一直到1952年4月28號 放進同志去的位置 流氓政府呢 不得修理合法 第六點 美國跟中華民國的關係是什麼關係呢 在1949年的12月 好 那時候是被承認的流氓政府 一個revenience的 當入民意之外 然後在1978年的12月31號 斷交之後呢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只是美國嚴重 被被承認的 並沒有被承認的流氓政府 non-revenience的當入民意之外 再加上中華民國在台灣 原來所有的制藥戰子權 角色也就是兩點重疊的身份 繼續代理 美國這個主要佔領全國 佔領台灣而已 好 再來看 流氓政府不得修理合法 第七點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是什麼 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是正確的 台灣是台灣中國 是中國拼迫不相歷屬 好 那西藏流氓政府 也被我們認為是有兩點西藏啊 所以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美國堅持一個中國 政策是對的 那有人說台灣共和國 中華與台灣 台灣等中華民國 是因為民主化的影響 把自然也變成全獨立國家 這樣是對的嗎 其實 並不對 最近有人提出啊 中華民國 軍事戰後 原來的領土變成流氓政府 可是經過政黨 民體民主政治化之後 自動將流氓政府轉變成台灣政府 台灣已經成為主權独立的國家 這種說法 進入其國際社會 與國際法的考驗 這只是麻醉自己而已 長久下來 會把台灣人 這個法理的思想 破壞你 非常危險 實際上 流氓政府呢 只有回到 原來自己執政的領土 離開這個外國的土地 他才能明正營 所以回復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台灣多次舉辦的 所謂的民主選舉 只不過是奧西 治理台灣人的手段 治平台灣的手段 你們台灣人不要這樣騙 杜魯門總統的立場 杜魯門總統說過 1950年6月17號 提出台灣的地位為定論 直接派第七艦隊 進入台灣海峽 對我們解釋 如果美國與國際社會 已經承認台灣是中國 國家的平土 那台灣海峽 必須視為中國境內的海域 那他在法律上 是完全沒有立場 派第七艦隊進入的 換言之 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 的前提是 當時台灣尚未屬於中國 最後就是 依照判決 美國近在法輪的判決 1959年10月6號 哥倫比亞巡迴法院 會有一個訴訟案 當時的判決是 台灣尚未定入阿富西的領土 雖然是有熠溪冠獎 但是並非熠溪領土 這已經很明確地顯示 製作聯邦政府的就地合法 好 那接下來就是 2009年4月7號 Rodgering ES美國總統的訴訟案 那這就是 我們秘書長提出的訴訟案 在哥倫比亞特區的巡迴法院 判決指出 64年來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台灣人無國籍社會承認的政府 人民至今人生活在政治獵獄當中 承認台灣人在你軍事在你中 他要求美國行政單位 要主動行做聯盟的訴訟 好 這個就是 對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判決 好 那這個 中華台北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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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bottom 看下 關台灣主權的重要條約 這個是向關條約 This Majesty in the Empire of Japan This Majesty in the Empire of Japan This Majesty in thetag招 of China 中國的皇帝 清國的皇帝 跟日本的天皇 好 這是這兩個 對向互欠的條約喔 並不是日本政府 也不是親國政府 好 中國呢 擱讓給日本 永遠 proportually and the full sovereignty 完全的主權跟永久擱讓完全的主權 所以之後還有人說 日本竊散臺灣領土 那是完全錯的 好 然後擱讓的標帝是福爾摩沙 跟澎湖 好 那接下來看 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這個 麥克阿瑟是派這個人是誰 surrender to generalism 江泰賢 只是請江泰賢來接受 也並不是擱讓台灣主權或領土給蔣介石 所以他們都在補出報告 好 第二個 這個是韓國的部分 韓國的話一樣看對照一下 Korea 是 surrender to commander in chief in Soviet force 給蘇聯的軍隊投降 所以這個北韓並沒有擱讓給蘇聯 那為什麼中國人說台灣擱讓給蔣介石 那這是完全錯的 好 那還有第三個例子 是在東南亞的部分 泰國明天內地區 投降給誰 surrender給誰 這個澳大利亞軍隊 以及東南亞戰區最高總司令的文霸隊 軍決 所以這些地區並沒有擱讓給澳洲 沒有擱讓給澳大利亞 這可以證明說 這可以證明說 中華民國來接受投降 就認為是擁有台灣的主權 那是完全錯誤的 這些都是證據 好 我們再來看 秋季三合平底澳約 article 2p 日本放棄所有the right title and plan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和澎湖 好 那並沒有說 給誰to 給什麼國家 好 第23條 指定的 美國 是一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一個 principal occupied power 是一個主要佔領軍國 所以 整個舊心三合 有條文提到的 主要佔領軍國 只有美國 並沒有中華民國 他連次要佔領軍國的資格都沒有 好 好 第26條 有人主張所謂的日華合約 那日華合約呢 就已經提出了這個條約 第26條 好 第26條指的是什麼 如果日本舉任何一個國家簽訂和平協議或戰爭請求協議 並賦予該國優於本條約所定的條款 那這個優惠 代理應該自動獲取本條約所有簽署國 那這是不可能 如果日華合約說台灣要割讓給中華民國 那等於是說簽署條約有46國全部都贏到 把台灣主權算量給這46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台灣關係法 這台灣關係法寫什麼呢 我們最常講台灣關係法寫的就是 people people on 台灣 所以這people on 台灣 並不是people 是台灣 好 那這個台灣關係法指的是 就是界定 你看這個 美國人是寫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但是台灣他寫是people on 所以是不一樣 這也是美國人 這也是台灣上面的人 如果一個 一個香港人他說他來台灣 他也說我是people on 台灣 他也是台灣人 他也說我是people on 台灣 所以這個實在太猛國了 好我們再來看台灣關係法 好 是在宣訊 the president had terminate the governmental relations 總統已經終結了結束這個政府之間的關係 好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在美國政府跟這個台灣治理當局之間 美國總統已經終結了這個政府之間的關係 所以台灣跟台灣跟美國是已經 並沒有政府之間的關係 所以AIT並不是政府 他只是民間組織而已 所以中華民國什麼事情都要問AIT 表示他們都是民間組織而已 這是中文 好那最後一句話呢 法理身份是什麼 你的法理身份是什麼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時代的日本台灣人 我們現在的台灣的法律地位是日暑美在 那要告訴大家是延長流亡殖民政權只是加深本土台灣人的痛苦 那本土台灣人不可不懂 在中國殖民政權體制內 並不存在定義的法律地位的台灣人 任何人都可以說 因為認同台灣是台灣人 但是呢 你的法理身份到底是什麼 要注意 不要繼續延長殖民流亡政權 只是加深本土台灣人的痛苦 謝謝各位今天的財產 謝謝